大家好,我是陈兴杰 上两节课我们讲的是麻雀的画法 这一节课我们讲 同属雀形木的燕子的画法 燕子预议着春天的到来 是美好的象征 因为春让我们懂得了时间的变迁 让我们知道了生命的轮回 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欣赏美 珍藏美 这是万木蒸笼的季节 也是燕子的季节 很多画家在表现春天的时候 都会画上燕子 因为燕子会带来丰收 带来好运 带来吉祥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燕子的结构和动静态的特点 燕子古名叫玄鸟 属于雀羞木燕科 燕子的翅膀尖而长 尾部呈插形 背语大多是灰蓝黑色 嘴短而弱裂宽 是典型的石丛鸟类的嘴型 脚短小 但爪力很强 我们来看一看燕子与麻雀的骨骼 就会发现 它们的骨骼特点很相近 结构差不多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 之前我们所学过的 麻雀的结构的方法 来观察和表现 燕子的静动态的结构特点 同样我们可以把燕子的身体 与头部 也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椭圆 只是燕子的身体偏长一点 偏瘦一点而已 它们的动静态结构特点 基本相近 所以这部分我们要认真地 浮习一下 麻雀的基本结构特点 和动静态的表现 这样我们就知道 燕子的动静态结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们把前面浮习过的 动静态的结构表现 把它变成燕子动静态结构的表现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 看看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燕子的身体比较偏修长 燕子的翅膀以及尾部也都比较长 这样我们在表现时 可以抓住其特点适当夸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确定了头部与胸部 只要确定了头部与胸部 燕子的翅膀和尾部 可以根据其动态特点 进行夸张的表现 燕子在滑翔时 其尾部分开 如同剪刀 我们看看几个不同 飞翔姿态的画法 在此之后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验证的各种形态结构的画法 要画好鸟类的各种动静态的结构 就必须要进行认真的动静态结构的练习 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 你会发现这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容易 验证的正面结构 跟麻雀的正面结构也基本相似 不同的只是一些细节的变化 下面我们再复习一下鸟类的动态特点 在画麻雀结构时 我们讲过1.3线的表现方法 就是头部为1点 身体和两个翅膀为3线 随着鸟类的动态变化 鸟的1.3线也会随之产生变化 我们现在画的就是1.3线的变化规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根据这个变化规律 来看一看燕子的动态变化特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之前学过的麻雀的不同动态的表现结构特点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这些结构特点 我们再看一看燕子的这些不同结构特点 应该怎么去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燕子的动作更加舒展 翅膀和尾部更加夸张 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 我们来画一画燕子的动态结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燕子的笔墨表现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燕子的笔墨表现方法 如果你了解了燕子的结构特点 其实燕子的笔墨更简单 更容易表现 先用浓墨点出头部 然后再画出背部和肩部 然后再用浓墨流畅地画出两翼以及尾部 用胶浓墨画出嘴和眼睛 用淡一点的墨勾出胸腑 再用褶石或者是朱砂加胭脂 也可以用朱砂加褶石来点染胸部 最后再用浓墨来勾画燕子的腿和爪子 也可以用淡墨来画下腹部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用笔墨来表现一下燕子的各种不同姿态的画法 在画燕子的各种不同姿态时 要注意燕子的头部尾部以及翅膀的变化关系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号燕子时我们要注意 在符合结构的前提下 用不要随意自然洒脱 不要瞄来瞄去 笔墨乱作一团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画一幅简单的小品 让大家看一看画面是怎样组合的 三只燕子一书一密 一多一少相互固盼呼应 画柳条把整个画面串联起来 并形成疏密变化 柳页的组合是构成画面整体的书密变化的关键 一定要注意我之前所讲过的 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前有后有书有密的规律 切不可以出现图案式的组合 不可以出现图案式的组合 最后加上织绿 使画面更加完整 点撒弹率来协调画面 调整画面很重要 主要是来调整画面的虚实书密的变化 因为画面主体是燕子 所以背景要浅淡一些 最后找出适当的位置 题字 盖章 这部小品就完成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 留言 分享 点赞 我们下一节课见 quoted 节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